话说白居过细 日月如梭 才见没开蜡底 又早天气回扬 一日 三月春光明媚时分 金莲打扮光鲜 丹等五大出门 就在门前连下站立 约莫将吉他归来时分 变下了帘子 自去房内做的 一日也是何当有事 却有一个人从帘子下走过来 自古没巧不成话 因缘何当凑着 妇人正手里拿着插杆放帘子 忽被一阵风将插杆刮倒 妇人手情不劳 不端不正却打在那人头上 妇人便慌忙陪笑 拔眼看那人 也有二十五六年纪 生得十分浮浪 头上戴着英子帽 金铃龙簪儿 金锦玉栏杆圈 长腰材 身穿绿裸枕 脚下细节底沉桥鞋儿 清水布袜儿 手里摇着撒金穿衫儿 月显出张生般旁儿 攀安的帽儿 可疑的人 风风流流从帘子下 丢雨个眼色儿 这个人被插杆打在头上 便立住了脚 但要发作时 回过脸来看 却不想是个美貌妖娆的妇人 但见她黑标针标针赛压令鸟的病儿 脆弯弯的心悦的梅儿 香喷喷樱桃口 直隆隆穹窑瓶儿 粉浓浓红艳塞儿 胶滴滴银盆脸儿 青鸟鸟花朵生儿 欲鲜鲜葱之手 一年年杨柳腰儿 软浓浓粉白肚 窄心形尖俏脚儿 肉奶奶胸儿 白生生腿 更有一件紧揪揪 白鲜鲜 黑一阴一阴 正不知是什么东西 观不尽这妇人容貌 且看她怎生打扮 但见 头上戴着黑油油头发 标笛记 一镜里直足 出香云 周围小脏儿其叉 携带一朵病头花 海草书儿厚压 难描画 柳燕眉衬着两朵桃花 玲珑坠儿最堪夸 陆来苏玉胸无价 毛青布大袖山儿 又短衬香裙眼眷纱 通花汉金儿 袖口儿边搭拉 香带儿身边低卦 抹胸儿重重扭扣香喉下 往下看肩翘翘金莲小脚 云头巧及山丫 鞋儿白绫高底 布香沉偏衬灯榻 红纱西裤扣樱花 行座处风吹裙 衣夸 口儿里常喷出 异香蓝色 樱桃口笑脸生花 人见了魂飞魄丧 卖弄杀俏冤甲 那人一见 先自缩了半边 那怒气早已钻入爪哇国去了 便做笑吟银脸 这妇人情之不适 插手望他深深败了一败 说道 奴家一时被封失手 物重官人 羞怪 那人一面把兽整头金 一面把腰躯着地 还诺道 不妨 娘子请方便 却被这件毕住的卖茶王婆子看见 那婆子笑道 勿得谁家大官人打着屋檐下果 打得正好 那人笑道 倒是我的不是 一时冲撞 娘子羞怪妇人答道 官人不要贱责 那人又笑着大大地唱个诺 回应道 小人不敢那一双鸡年招花惹草 惯去风情的贼眼 不离这妇人身上 邻居也回头了七八回 方一直摇摇摆摆遮着山儿去了 风日情和慢出游 偶从连下时娇羞 只因邻居秋波转 惹起春心不自由 当时妇人见了那人生的风流浮浪 语言甜静 更加几分留恋 倒不知此人姓甚名谁 何处居住 他若没我情意时 邻居也不回头七八遍了 却在帘子下眼巴巴地看不见那人 方才收了帘子 关上大门 归房去了 看官听说 这人你倒是谁 却原来正是那嘲风弄月的班头 石翠寻香的元帅 开生药铺 父姓西门 单会一个庆字的西门大官人便是 只因他第三房妾卓二姐死了 发送了荡 心中不乐 出来街上行走 要寻殷伯爵到那里去散心耍子 却从这五大门前经过 不想撞了这一下子在头上 却说这西门大官人 自从帘子下见了那妇人一面 到家寻思道 好一个词儿 怎能够的手 猛然想起那贱壁卖茶王婆子来 堪坷如此如此 这般这般 撮合的此事成 我破费几两银子谢他 也不值慎的 于是连饭也不吃 走出街上咸游 一直进学 入王婆茶坊里来 便去里面水帘下坐了 王婆笑道 大官人却才唱的好个大肥诺 西门庆道 干娘 你且来 我问你 贱壁这个词儿是谁的娘子 王婆道 她是阎罗大王的妹子 武道将军的女儿 问她怎的 西门庆道 我和你说正话 就要取消王婆道 大官人怎的不认的 她老公便是现前卖熟食的西门庆道 莫不是卖早高徐三的老婆 王婆摇手道 不是 若是她 也是一对儿 大官人在猜西门庆道 敢是卖十股 十出的李三娘子儿 王婆摇手道 不是 若是她 倒是一双西门庆道 莫不是花胳膊 刘晓二的婆 王婆大笑道 不是 若是她时 又是一对儿 大官人在猜西门庆道 干娘 我其实猜不着了 王婆哈哈笑道 我好教大官人得知了罢 她的盖老便是 街上卖吹饼的 武大郎西门庆厅 爹脚笑道 莫不是人叫她 三寸钉骨树皮的武大吗 王婆道 正是她西门庆厅了 叫其苦来 说是 好一块羊肉 怎生落在狗口里 王婆道 便是这帮故事 自古骏马却驼吃汗走 每期长半桌敷眠 月下老篇这等配合 西门庆道 干娘 我少你多少茶果钱 王婆道 不多 由她 七些时却算不妨 西门庆又道 你儿子王朝跟谁出去了 王婆道 说不得 跟了一个怀上客人 至今不归 又不知死活 西门庆道 却不教她跟我 那孩子道乖绝伶俐 王婆道 若得大官人抬聚她时 十分之好 西门庆道 待她归来 却在计较说臂 坐下起身去了 月末 未及两个时辰 又学将来王婆门首 连边坐的 朝着五大门前半歇 王婆出来道 大官人 吃个煤汤 西门庆道 最好多加些酸味儿 王婆做了个煤汤 双手递与西门庆吃了 将斩子放下 西门庆道 甘娘 你这煤汤做得好 有多少在屋里 王婆笑道 老生做了一室煤 那讨不在屋里 西门庆笑道 我问你这煤汤 你却说做煤 差了多少 王婆道 老生只听得大官人问 这煤做得好 西门庆道 甘娘 你既是撮鹤山 也与我做头煤 说头好亲事 我自重重谢你 王婆道 看着大官人做戏 你宅上大娘子得知 老婆子这脸上 怎吃的那儿瓜子 西门庆道 我家大娘子最好性格 见今也有几个身边人在家 只是没一个中德我义的 你有这般好的 与我主张一个 便来说也不妨 若是回头人也好 只是要中德我义 王婆道 前日有一个道好 只怕大官人不要西门庆道 若是好时 与我说成了 我自重谢你 王婆道 生得十二分人才 只是年纪大些 西门庆道 自古半老家人可供 便差一两岁也不打紧 整个多少年纪 王婆道 那娘子是丁亥生 属猪的 焦新年却九十三岁了 西门庆笑道 你看这疯婆子 只是扯着疯脸取消说臂 西门庆笑着起身去 看看天色晚了 王婆恰才点上灯来 正要关门 只见西门庆又学将来 竟去帘子底下 凳子上坐下 朝着五大门前 只顾将眼缩望 王婆道 大官人吃个和和汤 西门庆道 最好 干娘放田歇 王婆连忙取义中 来与西门庆吃了 坐到晚西 起身道 干娘 记了账母 明日一发还钱 王婆道 由她 福为安置 来日再请过论 西门庆笑了去 到家甚是寝食不安 一片心只在妇人身上 就是她大娘子月娘 见她这等失张失智的 直到为死了卓二姐的缘故 到没做理会处 荡网无话 四日清晨 王婆恰才开门 把眼看外食 只见西门庆又早在街前来回学走 王婆道 这刷子学得紧 你看我这些甜糖 抹在这丝鼻子上 教她抵不着 那丝拳讨县里人便宜 且教她来老娘手里那些饭钞 嫌她几个风流前史 原来这开茶坊的王婆 也不是守本分的 便是今年通殷勤 做媒婆 做卖婆 做衙婆 又会收小的 也会抱腰 又善放雕 端得看不出这婆子的本事来 但见 开言七路甲 出口圣随和 只凭说六国唇枪 全杖划三骑蛇剑 智鸾姑凤 煞世间交杖成双 寡妇关南 一席话般说百对 结识三里门内女 折磨酒归殿中仙 玉皇殿上尸香金铜 把臂拖来 往母宫中传言玉女 拦腰抱住 掠尸监计 使阿罗汉抱住比丘尼 才用机关 交礼天王 搂定鬼子母 田言说诱 男如风射也生心 软语调和 女似麻姑虚乱性 藏头鹿尾 窜夺淑女 亥相思 宋卵偷寒 吊弄嫦娥偷汉子 这婆子正开门 在茶橘子里整理茶锅 张见西门庆学过几遍 奔入茶橘子水帘下 对着五大门手 不住把眼 只望帘子里瞧 王婆只推不看见 只顾在茶橘子内山火 不出来问茶 西门庆叫道 干娘 点两杯茶来我吃 王婆应道 大官人来了 连日少见 且请坐不多时 便浓浓点两盏稠茶 放在桌子上 西门庆道 干娘 香陪我吃了茶 王婆哈哈笑道 我又不是你影射的 如何陪你吃茶 西门庆也笑了 一会便问 干娘 见必卖的是什么 王婆道 他家卖的拖肩阿满子 干把子肉翻包着菜肉扁石脚 窝窝隔离面 热烫温和大辣酥 西门庆笑道 你看这疯婆子 只是疯王婆笑道 我不疯 他家自有亲老公西门庆道 我和你说正话 他家如法做的好吹饼 我要问他买四五十个拿的家具 王婆道 若要买吹饼 少间等他接上回来买 和销上门上户 西门庆道 干娘说的是吃了茶 坐了一回 起身去了 两久 王婆在茶局里冷眼张着 他在门前学过东 看一看 又转西去 又复一复 一连走了七八遍 少请进入茶房里来 王婆道 大官人侥幸 好几日不见面了 西门庆便笑将起来 去身边摸出一两一块银子 地狱王婆说道 干娘 全且收了做茶钱 王婆笑道 和销的许多 西门庆道 多者干娘只顾收着婆子按道 来了 这刷子当败 且把银子收了 到明日与老娘做房钱便道 老生看大官人像有些新事的一般 西门庆道 如何干娘便猜得着 婆子道 有甚难猜处 自古入门 休问荣枯事 观者容颜便得知 老生一样敲击古怪的事 不知猜够多少 西门庆道 我这一件心上的事 干娘若猜得着时 便书与你五两银子 王婆笑道 老生也不销三至五猜 只一致便猜个终结 大官人 你将耳朵来 你这两日脚步而勤 赶衬的贫 一定是记挂着 剑柄那个人 我这猜如何 西门庆笑将起来道 干娘端的智赛随和 机强路甲 不忙干娘说 不知怎的 是她那日插帘子时 见了一面 恰似收了我三魂六魄的一般 日夜只是放她不下 到家茶饭懒吃 做事没入角处 不知你会弄手段吗 王婆哈哈笑道 老生不瞒大官人说 我家卖茶叫做鬼打羹 三年前 六月初三日下大雪 那一日卖了个泡茶 直到如今不发誓 只靠些杂衬养口 西门庆道 干娘 如何叫做杂衬 王婆笑道 老生自从三十六岁 没了老公 丢下这个小丝 没得过日子 迎侯儿跟着人说梅 伺候懒人家些衣服卖 又与人家抱腰收小的 闲场也会做牵头 做马百六 也会真久看病西门倾听了 笑将起来 我并不知干娘有如此手段 端得与我说这件事 我便送十两银子 与你做棺材本 你好 教这词儿会我一面 王婆便呵呵笑道 我自说耍 官人怎便认真起来 你也 且看下回分解 有诗为证 西门浪子一猖狂 此下公父信女娘 窥杀麦茶王老母 生叫巫女会相亡 好了 这个故事先说到这里 预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警察官补给你做棺杀麦茶王老兄 感谢观看